生殖中有很多跟磁有关的现象 候鸟利用地磁场导航来完成迁移 磁带磁盘等用磁来存储信息 医院里利用核磁共振仪 检查病人的身体等等 那么什么是磁性呢 我们把物质能够吸引铁骨镍等物质的性质叫做磁性 这样的物质称为磁体 磁体上不同的区域磁性强弱不同 磁性最强的区域称为磁脊 任何磁体都有两个磁机 对于一根条形磁铁来说 磁铁两端就是磁机 能够自由转动的磁体 例如选掉的磁针 静止时指南的磁机叫做南极又称S极 指北的磁机叫做北极又称N极 磁机之间能够发生相互作用 一名磁机间相互吸引 同名磁机间相互排斥 一些物体在磁体或电流的作用下会获得磁性 这一种现象叫做磁化 有的物质磁化后不容易去磁 叫硬磁材料 也叫永磁材料 有的容易去掉磁性 就叫软磁材料 最初发现的磁体 是被称为天然磁石的矿物 其中含有的主要成分为磁氧化三铁 现在的磁体 大多是使用铁骨硬能金属 或某些氧化物制成的 磁现象最早就是咱们中国发现的 最著名的就是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指南针 它的发明为世界的航海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就是磁现象 它跟电线像有很多相似之处 那它们是否有某种联系呢 1731年 一名英国商人发现雷电过后 它的一箱刀叉竟然有了磁性 1751年 弗兰克林发现 莱顿平放电可是缝一阵磁化 丹麦物理学家奥斯特 坚信他们之间存在联系 并进行了研究 1820年4月 在一次讲课时 他偶然把小磁针放在了通电导线下方 发现小磁针发生了转动 他又改变电流方向 发现小磁针向相反方向转动 此后他做了各种实验 在三个月后发表了论文 宣布了电流的磁效应 这也标志着电磁学时代的到来 自奥斯特实验之后 许多人又做了很多实验 发现不仅通电导线对磁体有作用 磁体对通电导线也有作用 不仅如此 两通电导线之间也有相互作用 当通有同向电流时 就会相互吸引 当通有反向电流时 就会相互排斥 那么这些相互作用是怎样发生的呢 原来就像电荷周围存在电厂一样 磁体或电流周围也存在一种特殊物质 称为磁场 它能对其中的磁体或通电导线产生力的作用 咱规定磁场中小磁针静止时 北极所指的方向就是该点的磁场方向 如果在磁体上面放一块有机玻璃 均匀的撒一些铁线 轻敲玻璃 铁线被磁化 就像一个个小磁针 形象的显示出磁场的分布 最后地球也是一个大磁体 N级位于地理南级附近 S级位于地理北级附近 但是并不重合 指南针就是利用了地球的磁场 好了 最后总结一下 这个视频咱了解了磁现象 电流的磁效应 以及磁场 这些相互作用 都是通过磁场来传递的 好了 就讲这么多 现在你快刷题去吧